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接下来秋香老师也要分享推荐料理的是水莲 水莲这个顾名思义含水量很丰富 所以夏天也常常炒一些海鲜或者是肉类 对 是 那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这个水莲 你看非常的饱水 对不对 那这边的水莲都脱水了 因为它就是在水里面 所以它必须就是要在水的环境 那我自己我就会把它切好了以后 我就用淡淡的就是糖水 就是像这样子一大锅 我只给它三克 三克左右都还不到三克 大概像这样子的糖 然后泡糖水 泡水 对 泡一下子 就是你要炒的时候再把它倒掉就好了 那它就可以维持 第一个维持它的一个翠力 再来就是它不会扁塌 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来炒 在炒的过程当中 我顺便就是讲一下那个迪布林 那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长寿菜 就这个迪布林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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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小时候呢 因为这个是改良过的 是绿色的 其实还没有改良以前呢 其实它是紫色的梗 叶子就稍微的子中带绿这样子 那非常的酸 比这个酸很多 那小时候因为很穷 所以几乎乡下的人就会拿这些来当就是一个 家常料理的食材 对 那其实因为他们自己种的菜很多 为什么他们要吃这个 因为这里面其实它有一些蛋白质 那古代人会拨头的黑色 其实它可以划疑的一个功能在 好 这个跟地瓜叶是一样的 对 它就是古时候很容易生长 很容易栽种 然后很平价 然后又有高营养价值 所以它反而大量的这个被食用 老师现在是 那锅肉有爆香的是姜嘛 姜跟大蒜片 姜跟蒜 是 好 那我就把它就是剥到边边来 这就是新鲜的香菇 我们就把这个香菇也放进来 就是炒一下 那香菇呢 你可以买回家有时间的话 如果天气好的话 让它稍微的晒个大概三四个钟头 那这个就炒完了以后呢 其实它本身 你在炒香菇的时候油不能太多 你多少油它一定吃掉 所以我刚刚把油 有剥到这个角落的地方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来炒这个 套Q 套Q也是夏天 这个很容易取得 然后也特别的盛产跟肥美 是 那我再补一点油在角落的地方 这个就是给它一点胡椒 在香菇的地方 好 那现在套Q下来 好 套Q事实上 这一个热锅热炒一下 它的那个甜美 它的香味也会提升 是 那我这里用的就是 这个是泡布剂 那这个泡布剂呢 我们就是在盛产的时候 这个我刚刚看到这个泡布剂 是我们的制作单位 他们上一次买的 我看到这个就想到我妈妈 因为我妈妈小时候 泡布剂大产的时候 就会左邻右手大家来帮忙 拿那个大枣这样撒撒起来 然后放在碗里面 但是现在的套布剂都是罐头装的 那其实讲真的罐头的含辣量很高 这个反而是比较安全的 那就是含辣量它比较少的 好 就是套布剂吃上 是天然的很好的调味料来源 今天老师还用买西亚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六龟的 那个买豆买西亚 那这些野菜就是加这些东西 会特别好吃 买西亚也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 我常常看人家炒山苏 因为是要跟小鱼干 是 好 那我现在OK了 就是这个把它炒香就好 那我这个水莲就加进来 你不要看它这么多 一稍等来 正前这是跟泡沫才一样 对 它就是整个就收掉了 而且水莲也是因为 这个纤维系 它也是熟得快的嘛 对 那我们加剂的时候要记得 就是如果说我这边是泡水抓上来的 我就不需要补水 那如果你不是泡水上来 就补一些水下来 那我们现在把它就是 保进来以后 我把甜椒顺便加进来 好 那我们稍微盖上锅盖 稍微焖炒它 这个大概一分半钟就可以了 同时间我们这一锅也炒好了 事实上它熟了就可以吃了 对 就可以吃了 然后最后我们就把这个球撒上去 那因为刚刚那个水田那么多 所以我们再给它补一点点的盐巴 其实刚才泡泡剂也是有减的 豆豉也有减的 所以大家自己斟酌 对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这个水莲本身提供很好的这个纤维素 然后它野菜 其实它本身一个特点是 它本身病从来很少 所以它种植它的时候 基本上不太用什么药 所以它是先天上比较安全的农产品 那你如果有足够的纤维素 它加上菇类 这也提供很多的鸡丁值纤维素等等的 再加上很好的蛋白质 那就是一道色香味俱全 而且各种营养都含有的这些好的料理 而且最主要是我觉得韭菜 这个水瓶跟它配起来特别的 有一个特别的香味 因为有些菜它是有搭配的问题 不是所有菜吃起来都不一样 如果要讲到说吃菜 有时候菜本身的药理之后 你真的还不能临床上忽视它